实现中国男子苏华中长距离飞跃 宁忠妍未来可期 北京时间2月18日下午 2022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决赛 在国家苏华馆战霸 中国小将宁忠妍以1分08秒60获得第5名 这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 继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 刘洪波获得的第4名之后的冬奥最好成绩 自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 中国队在过去11届冬奥会上 只有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 没有参加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这个项目 在10届冬奥会上 中国队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 刘洪波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 获得的第4名 另外9次 中国队只有3次排名在20多名 其他6次排名全都在30名开外 本届冬奥会上 中国队共派出了高婷宇 宁忠妍 莲子文 王浩田 徐富 以及在上届平昌冬奥会中 以1分10秒10 获得了男子1000米 第26名的杨涛 共6位男选手参加速度滑冰的比赛 在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比赛中 中国队本次共有宁忠妍和莲子文两位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小将出战 第4组出场的莲子文 以1分09秒93的成绩 最终排名第19位 这也已经是中国队除刘洪波之外 该项目的冬奥最好成绩了 对于宁忠妍来说 首次参加冬奥会虽然没能夺得奖牌 但他的成绩和名次都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了中国男子速滑在中场距离上的巨大飞跃 大幅度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除在男子1000米获得第5名之外 他此前还在男子1500米项目上 以1分45秒28获得了第7 创造了中国队在那个项目上的冬奥历史最好成绩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上刘衍飞拿到的第18名 现年22岁的宁忠妍 在理论上至少还能再参加一届冬奥会 小将的未来还是非常可期的